剛剛講到將軍 你是土房哥 我是土房哥 因為中國有一次演習 他有一次演習 他說他們的戰車 只要進入了我們台北市 那個戰車砲一打 就一兩公里就被他摧毀了 我說你以為 台灣的房子 台北市的房子 跟你們中國一樣 都是矮房子 土房子 戰車砲是直射武器 那麼多高樓大廠 你要怎麼打穿 他就說我們是土房子 我們是矮房子 你看我們上海的房子有多高 我說那你來過台北嗎 對不對 我們有一理 從此之後我就變土房哥 原來如此 就這樣子 然後我跟你講 這位媒體人真的跟我不熟 我沒有跟他講過一句話 所以他真的跟我不熟 他說完蛋 因為地方議會常到中國去 所以這個影響很大 對於北辰來講 以後中國就不能去了 你去桃園市議會打聽一下 只要到中國的行程 我一律不去 包含香港澳門 我從來沒有去過 我去哪裡知道 我去米國啦 我到美國去啦 我到舊金山啦 我到日本去啦 去演講啦 我到中國去 請我去都不去 不要狗眼看人滴啊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 要來懲戒中華民國的這些 不能去而已啊 就不能入境而已 我講 就只是不能去而已 他間接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兩岸互不隸屬 照理說我被他們拉黑了 通緝了 我現在是逃亡海外嗎 為什麼不能抓我 為什麼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能派人來抓我 不能派人來取締我 不能派我來限制我的言論 就跟你不同國嘛 對 就一邊一國啊 你的法律只管你家的 你的法律管你家的就好了 你管我幹管不到 所以我現在有逃亡海外嗎 嗯 我有落跑到海外嗎 我現在在台灣自由自在 愛講什麼講什麼 愛說什麼說什麼 我今天又黑你了 你能拿我怎麼樣嗎 你咬我 哇 嚮張起來了 對不對 所以跟你講 我們就是一邊不同的國 我叫中華民國 我叫台灣 你叫你的阿羅 你叫你的阿公 你管得到我嗎 我告訴你 中華民國的將軍 被對岸通緝仇視 應該的 嗯 將軍被對岸的解放軍 國台辦稱讚 畢生的羞恥 嗯 所以我講 昨天晚上開始 有一群以前我帶過的 跑轍都不在 還有以前我的學弟 同學 都來說 貝斯恩 跟你按讚 我也跟你一樣 我也想被通緝 你以前不是黑我嗎 欸 你以前不是罵我嗎 欸 對不對 說我是什麼綠共 說是什麼 現在真正的中共 在黑我了 你們馬上靠過來 所以國台辦 謝謝你 你給我認證 我是畢生反共 喚起了很多 國家以前的將校 真正的要捍衛台灣 捍衛台灣 台灣派 台灣派的軍人 會越來越多 國台辦就是你幹的 讚啦 給北辰將軍按一個讚啦 我來稱讚這個名單 這個是全台灣最棒的榮譽 這個是繼金門823炮戰之後 第一次用言論成功 反攻大陸的五個人 對齁 我們要反攻大陸 他們先行者 用言論反攻了 就是真的對他們造成傷害 才需要制裁 這五個人的收視率 在台灣都不一定是 不要這樣子啦 這五個人的收視率都很高 好不好 不一定是 沒有啦 我沒有便利啦 在台灣很高 在中國也很高啦 在中國超級高啦 所以我們是用言論 反攻大陸 這五個是先行者 對啦 好啦 給他們 而且要一等 一等錦心勳章 好不好 恭喜這 不要拿錦心二心 因為一等難過 恭喜這五個人啦 難過了難過了 好啦 不過因為那個 中國呢 想要把台灣香港化啦 所以他就用 我要對這些人 勢以懲戒啦 就其實在國際上面 他就是要創造一個 台灣香港 一模一樣這樣子的效果啦 但是不會成功的啦 因為我們大家都 好想要入榜 有沒有 我真心建議 那陳兵華 你真的很糟糕啦 你去問一下 你們另外那個發言人啦 那個女的 短頭髮的那個 你問問他啦 朱鳳蓮啦 看他都沒有女的 這樣子合理嗎 像話嗎 可以這樣嗎 黑箱 我不接受 好